這個線上法術會在召開的時候 很多朋友邊看是 大家是一片安靜 想說這樣 這個又比預期低了一點 這個獲利也差一點 毛利也差一點 怎麼解讀 什麼都差一點 環境就很差 外資今天其實在報紙上面 在看到說大看好臺積電 你看過去幾天天都在買 大家想臺積電 第二季其實產能還是蠻窄 那大家都非常看好 那問題就來了 外資喊上看百分之二十 結果一出來百分之十一 哇 小鴻 差這麼多 但他根本又問到真正的重點 其實大家去看 第一季營收是這樣子 創了新高 第二季再創立直新高 第二季是不是五窮 六絕 七上掉 本來就是淡季 沒有季節性的淡季 他怎麼會有旺季效應出來 產能已經全部滿了 對 可是重點是營收增加 但是毛利下來 營業利益力下來 EPS下來 本來是五點三 到五點一八 一塊都沒那麼好 但是你把它加起來 他還賺一個股本 好 我們來先來解釋這個部分 他的營收 你看上升 為什麼 因為他轉了很多的單 去做什麼 車用晶片 毛利比較低 再來 他在其他的一個 五奈米跟七奈米 這些的一個產品 在這裡 不要小看這四Percent 但他成長了十二趴 對 因為他基本上去年 基本上這個單全部被砍掉了 那今年是因為這個 但是車用的晶片 毛利是比較低 毛利很差 其實他這就二十八奈米 或者是更低的一個成熟晶程做就可以了 那既然是這樣 那營收當然還是會上來 可是我剛才講過 早就已經知道產能是滿窄 那你第三季 因為我那個外資喊出來 百分之二十的成長 那你一看之後就失望 所以現在的ADR應該是呈現一個盤前是下跌 那沒有關係 不影響他長期的競爭力 為什麼要這樣說 因為他現在第三季 大家看到就是智慧型手機 然後還有高效運算 這個還是持續成長 重點就來了 這個東西除了他能做 下一個就是三星跟英特爾 英特爾良率又不好 三星自己又做不出來 結果英特爾現在是他的大客戶 蘋果是他的大客戶 那三星這邊只能去檢驗一些聖能單 所以長期晉升力都有 但是短期之內 我認為他是一個控盤工具 所以你覺得是一個短期的亂流而已 短期的震盪而已 你看他現在的一個五奈米跟七奈米 這個部分 他基本上營收期占他比重其實很高 這兩個加起來快五成 星星製成還是五成 對 那可是這裡面又有一個小璇璣 剛剛說到毛利率有下降 但五奈米跟七奈米這兩個東西 他的材料成本貴 他的一個設備機臺也貴 你要用EUV的一個紫外線的 這個曝光機 一臺1.2億歐元 歐元 歐元 要買不買 像中古大陸都 光照要多很多 對 七奈米開始 一片晶片 他要多五片的一個 五成的一個光照 到五奈米 十四成 未來三奈米 二十六成 很貴 所以這些他需要 需要整個的一個學習 體現上來 然後他的一個音樂規模更大 然後更多的客戶在競爭的時候 他才會漲 但第三季的成長動能到底是來自於哪裡 對 十一趴在哪裡 十一趴 第三季 對 大家來估是十一趴嘛 那產能都滿載的 那是來自於哪裡 漲價 好 那所以說 他既然是因為靠漲價來的 這就很合理啦 其實在法人圈 今天有沒有人偷跑 一定有嘛 今天盤中股價基本上沒有漲 對 所以盤中資料已經看 已經秀到可能第二季的 沒有那麼好了 其實之前我們發現一些外資報告大摩也說 他的毛利可能會下滑 可能成本會提高 本來大家想是不是 還有唱衰我們臺積電 現在看起來好像坐實 他們的看法 這沒有錯啊 那可是這個都是可以預料得到 因為你去看 他毛利率整個下來的 關鍵是在於 來 這個是什麼 匯率 二八點零一 這個是二八點四 光是這幾毛錢的一個差價 對臺積電這麼大的營收來講 對他的一個毛利 一定有影響 最大關鍵在這裡 小部分就剛剛所說的車用電子 還有這個精進製程的成本提高的關係 但我們要去從這樣的東西 裡面找到他的亮點 因為臺積電病是我們臺灣之光 對啊 我們想要這毛利率下滑 EPS下降 有什麼亮點是我們可以期待的 這過去就讓他過去 這第二季的情形 他都已經 第三季呢 對 他都已經半年不漲 就已經在反映這些過去 股價未來是要反 反映 他的未來成長性 那第一個部分 大家先看 晶圓單供產能吃緊 這好多條對不對 其實最關鍵的是 你要看最後一條 這個還會吃緊到二零二二年 到明年都沒有問題 雖然晶圓廠很多在蓋 但是會繼續持緊 至少到明年 很多在蓋 等你蓋好機器 聽好 你還要有產能 你還要有這個訂單 所以時間還早 這是第一個 第一個你要去留意到的利多 算亮點 這個大家知道了 好 來 先進製程 你來看這個七奈米跟五奈米開始在往上 這個的東西 特別是他無可替代 因為過去台積電還要跟三星一起分享 蘋果訂單 現在需要嗎 不需要 基本上 只要我們以前 我記得那陣子用三星的手機 才可以看三接處理器 我要換手機 不好用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其實是代表他的一個技術 還是維持在非常高的一個位置 那再來就是他的一個三奈米 四奈米的一個市場 其實都在一定的時間內 他一直可以維持他的競爭力 全球就只有他可以做的東西 所以你再看到這個沒問題 那當然最終的是各國 各國這邊的一個擴廠的進度 在這裡面 真正能夠量產五奈米的 像美國在2024年 齊老師講 這個時候他量產的時候 臺灣早就已經進三奈米 已經在準備在市場 所以把最好的技術 還是留在臺灣 那未來的競爭力 他還是第一 所以我認為短期上 他是一個控盤的一個角色 那這個圖就是在說明 你看過去你這些比較 比較成熟製程 他是不需要光照 那時候還沒有EUV的時候 都是零 這個成本很貴 這個成本比較貴 多了成本 所以你就會看到說 我買機台 我要攤體 我要折舊 對不對 那我多了這些產能 更多開出來之後 規模經濟出來之後 成本又會再往下 對 所以預估大概七到八劑 這一些的毛利 就會再開始往上回 七到八劑 大概兩年 再兩年 對啊 好 那這兩年 大家要怎麼過 大家看過這張圖 這就是現在最最最行的3D堆疊 去年我們說過3D堆疊的一個技術 是台積電要延伸摩爾定律的很重要 可以提高效能 對 提高效能 降低體積 減少成本 減少耗能 那這個技術現在有兩個陣營 三個陣營在做 Intel 台積電跟三星 好 那台積電是算是最領先的 但去年我們跟這一個就產生一檔 非常重要的股票 叫六五三一的艾普 我們先來看一下六五三一的艾普 今天台積電好像不動 但艾普在幹嘛 今天台積電基本上沒有動 但六五三一的艾普 今天是大漲 其實他在這個禮拜一 他才從六百塊 到今天已經將近八百塊 為什麼先漲 大家台積電 大家都在想先進製成 這個禮拜很標吧 那這個股票 他本來就有標股的血統 去年的這個時間 他股票大概三百塊 然後到了今年的上半年 最高已經來到九百多塊 那這個拉回來做休息整理 這是第二波的在往上漲 但我認為長線而言都是機會 但短線上如果漲得多了 就等下休息一下 任何拉回我認為 應該都是長線的一個佈局 OK 他是3D堆疊 MING PAO TORONTO